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副馆长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引言 还有我们的郑校长也是很清楚的讲了一些父亲的小故事 我都觉得好像各位对父亲的了解还相当多 所以我今天就是抱着一个讲故事的心情 当李旺龙教授邀请我来讲这个题目 说是为了这个 我现在才知道我们这个周路阅读科学大师是排名第一的 而且又得了三年的科技部的讲座 非常非常恭喜 我没有参与这个案子审查 所以相信李教授不是为了 让他容易通过 而且已经通过三年了 才邀请我 他邀请我的原因是说 因为这一系列的都是关于工程的讲座 那让我讲一下一个工程师 怎么样能够报效国家 那就要我来讲我的父亲 那我跟李教授反反复复的来了好几次的电邮 就说 我说其实我的弟弟 我两个弟弟都是工程师 那我不是工程师 最好能够请他们讲 那李教授也去约我弟弟 不过这两位弟弟目前刚好都在国外 都没有办法来介绍 我相信他介绍父亲会比我介绍的更好 那就请各位要忍耐一下 我这个不是工程师的女儿 来介绍这个工程师的父亲 我今天准备的资料呢 其实有参考一下我弟弟 介绍父亲的一些资料 不过他的时间比我短 所以我讲会比较长 所以我谢谢 非常谢谢各位在高雄的朋友们 能够在可怕的台风灾害之后 还能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讲座 非常感谢各位参与 那今天其实对我来讲 我们这个好像连线 忘了刚才跟我们在网路上的朋友们 说声谢谢 其实我是有点紧张 因为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讲过 在公众场合讲过父亲 所以如果讲得不好 或者是很多你们希望知道的 我没有讲到 那都要请你们多多包涵 我今天想把它分成几个部分讲 李教授说也许我可以把演讲分成三段 然后每一段请各位来发问 那所以我就打算第一段呢 就是前面第一第二 讲一下父亲的成长的背景 然后呢也讲一下他在大陆的工作经验 事实上他的大陆工作经验不多 他主要一生是都在台湾 那然后呢我就会讲到他台湾以后 他的挑战 还有他任职公雅以后的生活 我想他到台湾以后的这两个呢 我就再做一个段落 然后最后一段的第三段呢 我是想要介绍一下他生病以后的情况 然后跟我们家人的互动 我们先讲一下他的成长背景 父亲程如刚才引人介绍的 就是说他是出生在山东蓬莱的一个乡下 蓬莱已经算是比较不是那么大的城市了 大家最知道就是蓬莱仙岛可以看到海市蜃楼的 那他是在那个蓬莱县的一个孙家村 在2000年我陪父亲回孙家村的时候呢 看到孙家村还是相当的落后 满地都是石头跟泥土 根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路 所以是到现在为止 他大概都还算是一个比较穷困的一个乡村 他是出生在这么一个农村里面 那从小呢 他的父亲就出外读书 因为老家呢 事实上是一个经商的人家 他的大伯二伯呢 都是在经商做一些个 等于说是 应该现在讲是进出口贸易 是龙口粉丝呢 就是他们来介绍来卖的 然后呢 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呢 是家里排行老三 也是最小的 那他的父亲就说 两个大孩子都在经商了 让这个小儿子呢 出去念书吧 所以就把他送到外地去念法律 那我的爷爷呢 因为没有在家里帮忙家事 家务的发展 所以我的奶奶呢 在家里就是 等于说没有经济的收入 一切呢 就要靠大房二房的接济 所以我奶奶呢 从来就是很辛苦的 她要照顾她 摊在床上的婆婆 然后呢 还要照顾她的孩子 然后也没什么好的东西可以吃 因为家里头没有收入嘛 都是靠大房二房的 一些提供的东西 所以我父亲小时候吃得非常的不好 他是家里老大 那他印象中 他能够吃到白饭 大概就是非常稀少 大部分呢 就吃一个 这个玉米 玉米做的一些东西 然后配大蒜吃 所以他小的时候就是很 其实营养也不好 所以常常牙痛 就抱着他的妈妈 就喊说我牙齿痛 那我的老奶奶家务很重 要照顾这个胖了的婆婆 所以就跟他说 你就忍着点 我去外面密蜂窝 打个蜂窝下来 给你含一点那个蜂窝里面 那个蜂蜜在嘴巴里 那也许牙疼就好一点 所以我父亲呢 一直记得这个事情 他的母亲在他 那么辛苦的工作中 还非常爱这个儿子 那他唯一能够帮助这个儿子呢 就是把这个儿子带回娘家 偶尔带回娘家 娘家的环境比较好 他就可以回去吃了一顿 吃点好的 所以我父亲小的时候 真的是生活很困苦 那他是一个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 不一成像 是一个食份的孩子 没有错 他小的时候 在上小学之前 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 去外面食份 不管是牛份 马份 人份 都要食回来 食得多的孩子呢 就会受到爷爷的奖励 所以他一直很努力去食份 食份回来以后 爷爷高兴 也许就可以分点 好吃的东西给他 所以他从小就知道说要上进 要为他妈妈争口气 那这个是父亲一生中的驱动力 他能够一直向上努力的成长 然后努力的克服困难 就是他非常非常爱他的母亲 他知道他母亲的生活很艰难 他希望能够让他的母亲 能够因他而能够有地位 所以他就一直很努力 那么在小学 他是一直在这个蓬莱念的 在蓬莱的县城念的小学 念了六年 他说他这一生中受的中文教育 就是那个六年的小学 他的小学老师非常的好 好像在当时是新刚刚开始 这个山东有一些师范学院 从师范学院出来 老师都非常热心的教书 在小学的时候就教英文 他的英文 他自己说 后来还当了行政院长 还经常要出国去跟国外的 这个元首们这个访谈 用的英文就是靠那两年的 小学的英文教育打下的基础 所以他非常感谢他的小学老师 他的小学也打下了 很好的数学基础 他说他感谢他小学老师 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他一直跟我讲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 每一年都要请教育部 安排他跟中小学老师座谈 每一年都有一次到两次的座谈 他都亲自出席 亲自去谢谢那些小学老师 跟小学老师说 他这一辈子最感谢的老师 就是小学老师 他也非常希望小学老师 能够尽心尽意的 把孩子们 因为小学最重要嘛 从懵懵懂懂完全什么事 都不知道的 到他能够读书 然后有打下一些基础 所以他说小学老师责任 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他就非常的 对他小学老师感谢 然后因此他也希望 我们全国的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都能够很努力的 在教导孩子们 这样子国家才会有力量 那么他小学毕业以后 没有继续留在家乡念中学 而是他的父亲呢 让他到了哈尔滨 他在12岁那年 民国14年 他就离开家乡到哈尔滨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爷爷呢 是在哈尔滨当法官 那么虽然他在哈尔滨当法官 可是在哈尔滨的郊区 所以呢 那个他就希望 他的儿子在哈尔滨 为什么要去哈尔滨念书呢 因为那个时候 是这个哈尔滨 还是在俄国人的 也不知道是管辖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整个是俄国人的 所以他就 让我父亲去念这个 俄桥的学校 他说这样子才能把俄文学好 其实父亲在小学毕业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要做一个文学家 他小学的时候 还写过一篇这个文章投稿 当然那个投稿没有上 如果上的话 他可能今天就是个文学家 而不是个工程师了 他非常喜欢文学 在当时的那些个老社 都是他崇拜的对象 那他本来想要去念 这个南开的什么英文学校 后来他的父亲就跟他说 他说我们国家 现在不缺文学家 也不缺懂英文的人 我们国家最缺的是懂俄文的人 也最缺工程师 所以呢 他的父亲对他影响非常大 就希望他能够到哈尔滨去读俄文 去变成一个工程师 所以他在他初中的时候 就把他想办法 让他进了俄桥实业中学 其实那个俄桥中学呢 是只给 你看名字就知道了 是给俄国来的 乔生的 不是给中国人的 那么他的父亲就 拜托他的好朋友 当时在这个哈尔滨的一个朋友 跟他的孩子 就他的朋友把他的孩子 跟我父亲两个同时就 去去拜托了这个俄桥中学的校长 就去收了他们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就一起就到了俄桥中学去念书 从一个完全不懂俄文的人 他只懂两年的英文 他就上了俄桥中学 那个初中 而且他住的什么地方呢 就住在他父亲的好朋友家里面 那那好朋友也是一个 大概在法院做事的人 所以家庭生活也不是很宽裕 那父亲呢就是在 等于说是寄居在长辈的家中 这么生活 环境也不好 他就常常想念家人 他想念家人的时候 他就说他就咬紧牙关 努力克服他看不懂的俄文 他虽然看不懂 一次看不懂 两次看不懂 三次就有一点懂了 所以他就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养成了他 不怕艰难的一个个性 所以从初中开始 他就读了三年的俄桥中学 之后呢 他就去考入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是在当时的中东铁路 他们所应该是设置的一个大学 那现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大陆也是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学校 是大概有排名到这个名校的行列里面 那么这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当时是中东铁路 所支持的一个学校 他们的系统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有个预科 大学的预科呢 就是等于相当我们的高中的程度 所以他就考进了那个预科 我相信很不容易考进去 考进了预科 就等于说 他高中是念这个大学的预科 那在那个预科的时候 他说他成长了很多 到2000年 我陪他回哈尔滨工业大学 去庆祝哈尔滨工业大学的 80周年校庆的时候 他请校长坐在台前 他从轮椅 那个时候他已经中风了十几年了 他从轮椅上站起来 向校长鞠了三次工 他说他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 让他从一个乡下小孩子 成长成一个工程师 身体也变好了 待会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相片 他在念这个预科的时候 他是多么的瘦小 因为从小家里就营养不良 那后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后 他们才能够有好的食物可以吃 他的营养才够 他才长成现在这么一个体魄 所以他非常感谢学校 不但是给他学问 而且把他身体也养好了 那么他就进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之后 就顺利的进入工程 电机工程学系 他是念电机工程 然后在他大三那一年 他就有一个创举 其实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有很多的创意 他在系里面就办了一个叫 电气机的杂志 就是收集一些科学文献 然后再办了这个杂志 给系上的老师同学们看 那这个杂志 后来哈尔滨工业大学非常珍惜 他要求我把这个杂志 捐回给他的母校 我们就捐回给母校 不过他有一个复制版 现在放在这个孙玉璇纪念馆里面 待会儿我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现在台北市有一个孙玉璇 科技人文纪念馆 就在那个馆里面 会看到这本书的一个复印本 然后在他民国23年 也就是说他大四那一年 他就以当届第一名的成金 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 他常说他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很不容易 为什么呢 他有18个老师 都是教授了 都是俄国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 他的俄文的俄国老师非常多 都是从当年苏联 他赤化 就是我们叫白俄人 就从苏俄 就到了东北 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党赤化了苏联 所以他们那些老师就到了哈尔滨 都是很有经验的一些老师 这18个老师呢 看着他的毕业论文 他们那时候还要写一本毕业论文 看着他的毕业论文来考他 考试的结果 他们最高分是五分 老师对他满意到说五分还不够 就给了他五家 所以他是大概当时是 学校认为最好的学生 各位不要忘记 那个时候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国学生 可能比中国学生还多 那他在那个时候 就是超越了那些所有的俄国学生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拼命呢 他是因为就是要给他妈妈出口气 让他的大伯们知道说 我们这个三房的孩子是优秀的 虽然小的时候 没有家里好像没有办法 帮家里经济有所帮助 可是他成长了以后 确实能够成长成一个 给家里面争光的人 好那这个就是 他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预科以后 各位猜猜看哪一个是父亲 那个最小的那个 这个华 就这位 非常小 你看他比同学都小 因为他那个时候 那是民国18年 他已经念了预科了 可是他才只有16岁 所以特别小 后来呢 同学们都没有再继续长大 他就长大了 在那个新环境里面 我相信他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就一起来克服那个俄国的书的 读俄国书的困难 不但是文学文字方面 还有科学方面 他们就交了很多好朋友 他到后来这些学校的好同学 好朋友 在他工作上都有给他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他那一本电器机杂志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杂志的目录 他是第一个写发刊词的人 所以他就是那个创办这个杂志的人 那都是一些个非常非常的电机方面的东西 我是看不懂了 所以他给自己很大一个挑战 他希望多方位的学习 包括来出个杂志 他都要试试看 为什么呢 出杂志要钱 他还得到处去募款 来拿钱来 找到钱来出这本杂志 那么他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 本来大部分的同学呢 是留在东北的 因为我刚刚说过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中东铁路 他们所设置的一个学校 所以大部分是为了要 中东铁路的需要而造就这些人才 大部分的人就留在中东铁路工作了 或者是去东北其他地方工作 待遇很高 那父亲当年呢 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碰到 这个九一八事变 那还有碰到这个日本人 后来就进到了东北 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 好像九一八事变是民国二十年的时候 东北就已经从被俄国人管的手上 就遭到了日本人手上 各位可能不太知道 东北在日本人的手上是多么的悲惨 我记得我去东北的时候 东北人就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台湾人跟我们 东北人都被日本人管过 可是你们台湾人去跟日本人交情这么好 而我们痛恨极了日本人 那我就跟他说 因为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态度 跟对东北人态度是完全不同 他到东北以后就三光 好像杀光抢光还有个什么光 就把东北人搞得很惨 同时他抓了几千个东北人 到现在都还有记录去做活体试验 去做他细菌战 生化战争的活体试验 就拿活人去做 所以东北人恨透了日本人 那父亲就在那个环境下 他说他绝对不要留在东北 因为是在日本的管理下做事 所以他一定要回到关内 可是日本人当时呢 是不让这些个 等于说是精英了 因为他们是国家才培育出来的 一批工程师 不让他们回到中国 不让他们回到关内工作 所以父亲那个时候很想要回国 他说绝对不会在日本管理下工作 所以他就假装他是生意人 他不是学生 就穿了那个长袍马褂 然后呢就带着一些货品 就跟着其他的山东的做生意的人 因为山东常常 山东人会跑到东北做生意 回去关内 路上还一再被盘查 说为什么要回去关内啊 为什么要回去做什么啊 他们都很紧张的应付 他跟几个同学一起 后来终于看到三海关 他看到三海关就非常高兴 他说我终于回到中国的领土了 所以在当时的东北 其实已经有点像殖民地了 他就回到了中国 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他说我终于可以实现 当年对父亲的承诺 他答应他父亲 他念完书就回来报效国家 所以在民国24年 他毕业以后呢 他中间隔了有半年再找工作 后来终于找到的工作 是在连云港 在连云港参加建港工程 同时要建一个电厂 他就在连云港建电厂 他说他后来还常常跟我们说 他在连云港的岁月是他在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 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嘛 也没有功课压力了 然后这个工作他又很喜欢建电厂 然后还有几个好朋友跟他一起在建电厂 最好的就是因为那边是个海边 连云港是海边 他们那个下班以后呢 就去海边游泳 有一次呢 他说他们几个人一起游过界了 游到了那个好像是军事基地去了 就被那些军事基地的人就抓去了 用个绳子把他们一串都抓上去 去说怎么以为他们是间谍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批工程师啊 年轻的工程师 他之前想起来都还哈哈大笑不已 他非常怀念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 可是好景不长 他在民国26年的时候呢 就回到了内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除了去海边玩以外 他同时他因为他是个非常喜欢工作的人 他就是写了一本写了一篇报告 叫做配电网新计算方法 这么一篇这个论文 去发表在中国工程师学会 中国工程师学会 现在还有这个学会吗 在中国工程师学会 当时有一个叫工程杂志 上面发表 没想到呢 就得了论文奖第一名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那这个论文奖呢 不但是得奖 同时还有一笔钱 他就很高兴的 好像一百大洋吧 就把这个一百大洋 记录五十大洋回去给他的母亲 填补家用 另外他留了五十大洋 就自己 父亲其实很在乎他外表 就去买一些衣服来 把他这个外表打扮一下 好去领奖 那他去领奖的时候呢 大家就看到了当时在资源委员会的一位运证 他是个电机工程师 这运证是父亲 其实是他的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运证看过这篇杂志 说哦 这个年轻人有理想 而且很有这个学识 所以他说那在龙海铁路的连云港做事 那个他是龙海铁路的一个 附设这个连云港的厂 他太太太小了 让他到内陆来 所以呢他就跑到了湖南的湘潭 去建了湘江电厂 那是一个水利发电厂 所以他一开始都是在做水利发电厂 那么然后呢 就去那边工作 所以他就从此跟资源委员会 可能在座的人不太知道什么是资源委员会 我有点觉得他是像经济部的前身资源委员会 他就到了资源委员会下所属的一些工厂 电厂去做事 建厂完了以后那个时候是民国26年 各位都知道民国26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七七抗战的开始 那七七抗战开始以后呢 所有政府就采取了一个叫交土政策 因为知道我们的兵力抵不过日本只好 前面都撤退 集中后来到四川那一带 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物资 电厂全部往大货方运送 所以父亲呢就要在那个时候先把湘江电厂的东西就先送到了云南 后来呢又把连云港的设备呢 他就当初他建的那个连云港的设备呢 那个时候已经从连云港运到了陕西的宝基 那从陕西的宝基呢要把它运到四川 父亲说那个是四川自流井 大概叫广源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要怎么样的翻山越岭 是从陕西运到四川 那个时候我们有句话叫 蜀道难行难如上青天 那真的是翻山越岭 几乎是不可能的 待会我会给各位看一段影片 也不是影片就是卡通片 讲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根本没有路嘛 都是那些个山旁边的那些小的栈道 那个栈道要把那个连云港 有一个很大的锅炉 要把那个好像二三十顿 还是五十顿的一个锅炉 要把那个锅炉呢 经过那些栈道运到四川去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不过父亲做到了 各位等一下看那段影片就可以看到 他先要训练骆子 因为他们想到底这个人不可能搬这么大的锅炉嘛 所以就要找骆子 想哪一种动物最好 后来想到骆子最能够兼得起这些个悲东西 他们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训练那个骆子 让那个骆子会 好像十几头骆子 要去把那个大的锅炉 拉着 然后会转弯 才能够在栈道上走 最后呢终于达成任务了 他达成了这个任务以后呢 没想到隔年呢 又交付给他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要到青海 青海 那个时候是一个 还是在有点像军阀割据的 那个青海的省主席叫马步芳 其实他是一个军阀 那个马步芳是等于是一方的这个这个 最大的好像在青海他就像国王一样了 当时青海的国大代表 希望中央政府给青海设电厂 因为当时青海是没有电的 那政府也愿意 可是呢这个马步芳 马主席呢 他就在那边有一点跟政府讨价还价 他说你来我这边建电厂 可以 其实政府帮他们嘛 他可以 不过那电厂盖完了以后呢 归我所有 那中央政府就想了 他是一个军阀 那他给他了以后 可能就是他会给他的那些个亲朋好友去经营 那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个电厂经营的好 能不能够让他能够正常的运作 真正能够提供青海电呢 政府也没把握 所以呢 政府也不愿意让步 所以呢这边就要那边就不给 就这样搞了靠近两年都没有进展 后来就派父亲去 父亲在那个时候练就了他的说服力 他其实本来只是一个工程师 他从来没有只要做工程就好了 从来没有想到要跟人去打交道 结果呢他就去花了很多时间去说服了马步方 他有他的策略 他先去了解这个马主席周围 谁对他最有影响力 他就找了这些人去跟他们谈 先从他周围来谈 跟他们讲为什么在青海要设电厂 他说青海现在没有电 如果有电的话 每家都有电灯就不用用煤油灯了 因为父亲在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灯 可能他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是个非常进步的城市 可能就有电了 所以他了解那个差别有多大 那他就说服了马步方身边的人 让他知道电能够为他做多少事情 所以呢 他们就安排他跟那个马步方马主席见面 见面的时候马主席看看这个年轻人好像很有诚意 而且他又提出电厂归我所有 父亲就跟他说 你让我先盖好电厂 我们再往下谈嘛 所以马步方说好吧好吧你就盖吧 盖完了以后 他就让父亲做这个电厂的厂长 可是电厂的董事长是还是他的亲信 不过这没关系啦 有厂长就好了嘛 这个电厂可以正常运作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他做到了 所以他这个说服力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那之后他又被派去 那个厂长 心灵电厂盖完以后又派到甘肃的天水再去继续建厂 好那我下面就可能要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呢到了民国31年 31年对父亲的生命中也是个非常大的转锐点 那个时候还正在抗战中 可是那个时候资源委员会呢 他们已经在筹备他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大概差不多了 因为美国已经进入战争战场上了 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为战后要重建的工作去做准备 那要准备就要人才 所以呢他们就跟美国商量好 就在民国31年配了派了31个工程人员 各行各业的工程人员 当然有电力的机械的矿业什么 各行各业的工程人员去美国受训 那父亲很幸运的当他在天水电厂的时候就被选到了 可能还是那位运政运老先生想到这个人 说这个人他能够居然能够在战道上 能够把这些电厂的这个锅炉运去 他必是一个能克服困难的人 所以呢就选中他 那他也很高兴能够有出国的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呢他就在民国31年呢 跟31个同伴一起去了这个美国 有一个当时有一个跟他同行的朋友 那么这个朋友真的是他命里的另外一个贵人 一路他们就两个相依为命 在当时去美国 各位知道是多么的不容易吗 大概经过了十来个国家 其中包括了印度还有中东的伊拉克 因为那个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已经不能走太平洋了 所以他必须要绕道 绕道中东 然后绕道非洲再绕道美国 总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他做什么交通工具呢 他做的叫Flying Boat 我也搞不清楚这是飞船还是什么东西 总而言之非常颠簸的 那么个东西到了重庆到了昆明 再从昆明开始走这个喜马拉雅山 然后再从印度到伊拉克到埃及 到非洲的苏丹 再到黄金海岸 那这一路呢 其实都要靠一些个 美国的交通工具 美国的飞机 他们美国的飞机 当然运美国军人最先运嘛 那他们永远排在后面 每次通知他说 今天可能可以坐飞机了 他们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 就开始准备 要到那个机场去 然后看到飞机来得赶快上飞机 可是到了黄金海岸以后 我相信他一路就是非常颠簸 已经大概受得不成人形了 到了这个黄金海岸 居然都得了瘧疾 完全没有办法走 在黄金海岸就待了好多天 住在美军基地 把他瘧疾治好了以后 美国人才让他再上了飞机去美国 那终于再绕到了南美 后来从非洲还到了南美洲 然后再到了美国 总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到达美国 那到美国的时候呢 他是先到佛罗里达州 很漂亮的州 之后呢 就把他送到田纳西州 为什么送到田纳西州呢 因为他的授训 就是要在田纳西州的 有个叫做河流开发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就是专门做水利发电 他有全世界最大的水坝 跟水利发电厂 在那边去学习水利发电 那对他来讲 更把他的这个电力的基础打稳了 而且他开始把英文也变好了 他大概三年 所以他后来的英文呢 除了是在小学打下基础以外 他也事实上也到了这个美国 实际用了英文 他在美国也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记得我以前还看过他相片 这个有很多美国 还有住在美国人的家庭里面 还有些美国的跟他交往的女朋友的相片 他都还留着 所以他在美国那几年 其实是 我觉得是生活很充实 也过得还蛮愉快的 不过他认为最愉快 还是在龙海铁路那个电厂 连鱼港电厂 那么到了民国34年呢 他们就又回到了 收训完了 收训了三年又再回到了大陆 那个时候已经抗战胜利了 这个很有意思 他抗战胜利以后 本来因为他是从东北念书的 要把他派回东北去接收东北 可是没有想到 那个时候东北已经 共产党已经进去了 那他本来要再上飞机了 上飞机前的十几分钟 他接到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跟他讲说 你先留下来 先暂时不要上飞机 我父亲说 那我的行李都上了飞机了 他说没关系 那你就上飞机好了 那个行李就先去那边 你留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人派了那个JG怀特公司的几个工程师到大陆去 要帮助战后的复原 那可是那几个工程师到了重庆以后呢 就一直抱怨重庆的天气太差了 他们实在受不了 热的受不了 的确重庆天气非常非常不好 我都不晓得他们在那几年 大家怎么能够容忍重庆的天气 重庆我去过一次 夏天的时候地上都是潮湿的 就是非常非常潮湿 它是个山城 所以后来我再也没敢去第二次 因为实在太不舒服了 那几个美国人当然不能忍受这个 后来他们不知道怎么打听出来 这些个美国人跟父亲在美国的时候是有认识的 所以叫父亲赶快留下来安抚这几个美国工程师 所以父亲就留下来了 就没有上飞机 没想到那一班飞机呢 到了大陆 到了东北以后 就立刻下了飞机就被共产党杀了 所以父亲就被通知说不要去东北了 你立刻转台湾 去台湾接收台湾的电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日本已经投降了 他就到台湾了 所以我就在这边让各位看一看 他在大陆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有趣的一个像卡通一样的 讲他怎么样通过大巴山 带着那大堆锅炉 1937年7月7日 卢宫桥事件爆发 日军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性的军事侵略行动 北平 上海 南京 陆续失线 中国全土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势下 孙玉璇先生接到了一纸紧急命令 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 将位于陕西的一批发电设备 运至四川 以免这批贵重的国家资产 落入日军手中 从陕西到四川 郡岭连云 重山组合 那时候 既没有铁路 也没有大型车辆可以供他们使用 更糟的是 这批设备中 还包含一个重达20公吨重的大型锅炉 在当时 要说它是不可能的任务 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 不服输的孙玉璇先生 却对他的伙伴说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并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批年轻人研究了半天 决定用十八头螺子 一起来拉这个庞然大物 螺子耐劳 虽然慢 但总走不大 他们说 但话说回来 及时找齐了十八头螺子 还得让他们拖着20公吨重的大锅炉 越过两三千公尺的重重高山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他们集合起螺子 训练了一个多月 终于踏上路程 这批浩浩荡荡的螺子大军 就正在群山峻里中穿梭着 沿途他们搭帐篷 路宿山区 没有饭馆时 便吃大饼夹鲜菜 甚至还住过满石棺材的庙 不久 他们来到这趟旅程中 最艰难的一段路 耸立在闪穿边境 绵延达一百多公里的剑门关 在这里 七十二个大小山峰都是绝壁悬崖 好像千万利剑指向蓝天 剑门因此而得名 在那几十天中 罗队在曲折蜿蜒的小径中 缓缓前进 每到转弯是最惊险的时刻 指挥大声腰护着 用力啊 要靠近悬崖边的罗子 特别用力 旁边的罗子会和转弯 此时如果十八头罗子失力稍有不均 整队人马必将坠落万丈深渊 每顺利过一个弯 全队人马都像是跟死神拔河获胜一样 吐了一大口气 看到嘉陵江了 队伍的先头大声吆喝着 大伙一听全都兴奋的欢呼叫好 因为这表示他们已经越过了礼服中最艰难的一段了 历经三个月的千辛万苦 他们终于为国家保存了这批宝贝的机器 而领队的孙玉璇先生那年才26岁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 可以说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他们把它完成了 各位看一下 就是要几乎是要从这个 你看这些都是那些高山 根本没有路可以走 所以他就用那些个骡子 后来呢 别人看他们成功了 也学着这样做 可是不是每一队都能够成功 很多就掉到那个山谷下面去了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幸运 能够把那个大锅炉用了十八头骡子让他 那他当时的说法就是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这个后来就变成父亲的一个座右鸣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这个是他在美国电厂实习的时候 你看他们那个年代都穿得很漂亮 所以他对美国人的印象一直很好 因为是美国最强盛的时候他去的 都穿着西装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帅哥就是我父亲 还有这个排的第一 很认真听讲的帅哥也是我父亲 那一大堆的电路板前面 那他在去美国之前 他就开始规划了 他规划呢 他要多少时间在那个TBA 要待13到16个月 然后有什么时候要做设计的时候 什么要做管理的工作 然后呢 他要什么时候做什么 所以他去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 所以他在重庆的时候呢 就规划了 他在民国32年还没去 31年以后才去 然后呢 他到了实习到了美国以后 他对时间上面 他说他很难得 你看飞了三个月 就差点没死在路上的那个 到了美国 所以他非常珍惜 他是光阴光阴 这个 这个什么宝 什么剩余一切 不要有立刻的 一刻都不能放会 他每天呢 最多看一次电影 最多写两封信 然后要写八个小时都来写报告 他就非常认真的规划他的生活 那么他就是这样子 把自己要求自己 然后他才能够完成他的那些个训练 那下面就父亲到台湾来了 这个是真的那通电话改变了他这一生 他到台湾以后呢 是民国35年 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沦陷 所以他是算是来接收的 他是来担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的处长 因为他研究电力的嘛 然后那个时候呢 美国要求所有的 这个日本的技术人员 通通要回日本去 所以那个时候 大概有3000名电力方面的 日本的技术人员 全部被送回了日本 那他们这些技术人员在临走的时候 我们刚才馆长有提到说他们撩下了一句话 我们预期台湾在三个月之内要陷入一片黑暗 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同情我们嘛 说没有我们这些技师了 那个二次业大战轰炸的一塌糊涂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轰炸完了以后 能够发的电力只是原来设备能够发的10%而已 有设备可是因为都被战争给破坏了 所以没有办法发电 再加上如果没有人的话 他们说那你大概就陷入一片黑暗了 这句话好像表面上同情啊 讲给美国人听的 可是事实上 我父亲听的耳朵里面 是有点轻视我们 各位不要忘记 他当初多么痛恨日本人 他觉得我们中国就被日本人欺负 说你临走还讲这句话 好你这样说我我就拼给你看 我就让台湾的电力能够恢复 于是呢 他怎么能够让台湾的电力恢复呢 他那个又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可是他能够在五个月里面 就恢复了80%的电力 当初是10%哦 就恢复到80% 他怎么做得到的 台湾那个时候没有钱去外面买 被毁坏的机器设备 他们就一开始就全到处调查 到底哪些地方还有机器 那个机器里面还有哪些设备 了解了以后 这个边缺的就去那边找 就是把材料就这样 就是自己就想办法把材料去配好 实在没有的那个小的零件的话 就自己找土工厂来自己做 好那设备是有了 那人呢当时只有五六十个工程师 从大陆派来的 那他可是真正技术人员没有啊 工作人员没有啊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说那我就去 当时在台湾大概只有这两个工专 一个台北工专 一个是台南工专 台北工专就是现在的台北 台北科技大学 就是后来也叫台北工专的 那台南工专呢 就是现在成大 所以父亲跟成大是非常有渊源的 所以就是靠了台北工专 跟台南工专的三四年级的学生 他就跑去跟这个工专的校长讲 你这些学生呢 学问大学都差不多了 缺乏实际经验 你让他跟着我来修电厂 不但可以有实际经验 同时我还给你发薪水 那个时候很穷嘛 刚刚打完仗 所以这些老师们就 好像有一点被说的心动 老师们待寒暑假就有空也去 学生们就全部都去了 待会有张相片 不太清楚 可以看到几个小小的小孩子 那就是当时台北工专 台南工专的学生 就帮忙去修电厂 在那些工程师的带领下 他们就去帮忙修电厂 那父亲也开始写信给他在 在大陆的那些个电机工程朋友们 请他们来 其中我好多后来都变成我父亲 在台电公司好伙伴 包括我的干爸爸在内 那就是被他挖到台湾来 来帮助恢复台湾的电力 他就用这种方法又在 一个没有办法想办法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情况之下 让台湾电力恢复 那他到后来一直跟我讲 他说他觉得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 不是台湾经济起飞 而是恢复台湾电力 我想台湾经济起飞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可是恢复台湾电力 他的贡献可能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一直认为 他是非常的这个引以为傲的 而且他一直是以台电人自居 他我常常说 我说你一天到晚就帮台电讲话 所以台电现在常常就变成 人引起大家 尤其他在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还一天到晚帮台电公司讲话 我说人家都很嫉妒台电公司 就拼命打台电嘛 前一阵子不是还被打 那到民国36年的时候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让大家很佩服他 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 而且是一个身先士族的领导人物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日月潭三崩 那个民国36年的时候 台湾还没有火力发电 只有水力发电 就是靠日月潭的水力发电 还有一些个各个河流的水力发电 那日月潭的水力发电最重要的 那个三崩了 他就赶快去看看 说是可能会影响到那个水力发电 于是呢 他就要下到一个30到40公尺的深井里面去看 有没有影响到那个减压水槽 那是个减压水槽 那非常重要大概 那当时大家面面相居 都没有人敢下去 他就说那我下去了 我想那个原因 他下去原因是不是因为他还没结婚 别人可能都结婚了 他就下去了 他就坐了一个篮子下去 拿个手电筒去看所有的那个墙壁 那个绳子就越放越低越放越低 他就把整个墙壁都看了 看了很久 大家都开始担心了 后来他就顺利又上来又摇一摇那个绳子嘛 他就把他弄上去 所以到现在大家还一直很佩服他 能够身先士主 勇敢就下去了 好 其他很多事情他都是非常勇敢的自己先去做 他不会说这个事情很危险 我先派别人去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永远身先士主 那在台电公司他总共工作了18年 这18年里面他从一个积电处的处长 然后到总工程师 然后再到协理最后在民国51年当上了台电总经理 在这一段期间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为台电打下了基础 当时他就建了东西横贯输配电 为什么呢 因为东岸我们都知道 东岸有很多的河流 水利发电很多 可是没有什么工业 西岸 西岸 那东岸呢 我们大部分的工业都在东岸 需要电 那怎么办呢 他就把西岸的电送到东岸 可是各位知道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们中间有个大大的中央山卖在那里 怎么把西部的电运到东部 那就要穿过那些山 所以他就做了个东西横贯的输配电 那这个事情他就必须把那些大小的山都爬遍 好在他都爬过秦岭了 大巴山了 所以他这些山对他来讲 大概也不算太困难 所以他就每一个山他都爬过 而且等下会看到有爬山的涉水了 他就去看了 然后同时规划台湾的电力网 更坑实规划了台湾五个六年计划 怎么样盖电厂 五个六年计划就是三十年的计划 他在民国四十年左右做这三十年计划 他预估台湾在三十年以后需要多少电 那他就开始逐步建电厂 因为一个电厂要建五六年 即使水利发电你要建水库 然后也要发时间 那在当时 那个时候的气氛 还是要反攻大陆 在当时很多立法委员就骂他 说你不想回大陆了 你在台湾建设这么多干什么 你还在台湾待三十年了 所以他都不管 他说这个就是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去做了 然后他另外呢 也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农村电气化 漏了一个字 农村电气化 为什么要做农村电气化 因为他在青海的时候看到了 当西宁电厂完成了以后 民众在乡下里有电灯的时候 民众多么的快乐 他就想到他从小在农村里面 就是煤气灯 如果农村里面有电有多好 所以他就做农村电气化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其实是把国家带上更高的一个层次 他后来把台湾的电力的普及率 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普及到百分之九十几 领先日本了 要把电气普及是不容易的 尤其在台湾 台湾那么多高山 有的山上住没有几个村落 你要给他电 你的收入 你收的电费绝对比不上 你要把电送过去的钱多 而且不但是要花钱 同时要经过很多很多很难走的路 架那个电塔呀什么 所以 可是他就说他要做到 他就是希望 让我们的农村 也能够享受跟城市一样 他那个时候一直希望 要缩短农村跟城市的差距 就是因为他是农家的小孩 他知道农村的辛苦 那么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台湾那时候靠火力发电 每次不下雨 就糟糕了 我们最盼望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盼望就来个台风 就带来丰沛的雨量 于是日月潭就有水力发电 我们就有电可以用 如果没有台风 如果那个人夏天比较雨 下的少 我们在家里头晚上 我爸爸回来的时候 关灯关灯关灯 全家只能留一两盏小灯 为什么 要省电 风扇当然不能用 全部用扇子 就是因为只靠水力发电 目前好像不到百分之七 台湾的电是靠水力发电 虽然父亲在他任内 把台湾每一条河 几乎可以做到几个电厂 能够设他就设几个 能够两三个电厂 我这记得什么 例物锡木瓜锡 他都进了好几个电厂 我们小的时候 他很照顾家人 可是他也没有时间 他怎么办呢 他就把放假 他要去看电厂的时候 就把我们家人也带着去 好像假装是带我们去香话 去郊游 事实上他是去看电厂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都会带一个安全帽 在电厂里面走来走去 我不晓现在还准不准做这种事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电厂 都很有感觉 就是水库旁边就有一个水力发电厂 可是那样子 增子电不够 所以父亲那时候就开始 成立了火力发电 就知道要靠煤 靠火力发电 后来他还做了一个 设立原子动力研究委员会 就是核能发电 各位大家都不知道 父亲是最主张核能发电的 他在台湾大学还教了一门课 就是叫原子能发电 等会各位可以看到 他还像蒋中正总统简报核能发电 为什么他会这么赞成核能发电 因为他看到水能够提供的很有限 火力发电 你台湾的煤很少 在那个时候一开始还有点煤 后来台湾的煤都采光了 一定要去跟国外买煤 国外买煤 他遭遇过 人家煤 卖给很贵 你不肯出这个钱 他就不卖给你 那你没有煤就没有办法发电啊 或者是要靠 现在天然气发电 也都是要靠国外 台湾没有这些物资 再不讲火力发电造成多大的环境污染啊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把这个流流下来 让这个流氓不要再去污染我们的空气 可是还是很困难 所以火力发电还有煤渣的污染 不但是空气污染还有煤渣的污染 都是很污染的 可是台湾现在还是以火力发电为主啊 因为大家不愿意核能 核能发电 在他当时规划的时候 就是用了最安全的设施 在台湾他到处找最安全没有地震的地方 去设核能发电厂 我记得我曾经跟他抱怨过 我说爸爸为什么你都在台湾风景最好的地方设电厂呢 核一核二在我们最漂亮的北部沿海 核三厂又在我们最漂亮的墾丁那一带 他说我没办法呀 他说只有这些地方的地震专家告诉我 说这边地震最少啊 最没有核灾的问题啊 所以我才在这个地方设核能电厂啊 所以设核能电厂是他要做的 因为他知道核能 你只要买了那个核能燃烧棒回来 你就不用担心没有电可发 还有他没有污染 人家说有污染有那个排放的热水 你那个热水控制好就好了 排放的热水在出水口呢 可能那个鱼都变形了 因为太热了什么的 那个其实那个也不能算是污染啊 只是你要把那个温度控制好 不要让他排那么多热 可是他完全没有其他污染 他唯一就是他核能棒用完了以后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一根废料 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去 要怎么处理那核废料 很可惜啊 那那个时候他已经好像 是不是已经不再不再做电力公司的事情了 那电力公司也没有 我觉得没有安排好了 就是没有把这个核废料处理 让大家安心 所以被大家现在这么反对核能发电 就是核废料的问题 可是基本上他的污染是非常少 而且他的原料也不用担心 是很值得推的一个电力 那他在当台电总经理的时候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他跑遍了 他这两年的时间 跑遍了台湾三百多个 在当时有三百多个服务站 很多服务站是在高山里面的 他跑去干什么呢 他去感谢那些服务站的工作人员 他说你们在这么样的高山或者海边 偏僻的地方带着你们的家人 来帮我们台电向民众服务 他说这些服务 不只是他们一个台电工作人员而已 譬如台风来的时候 他们全家大小都要出动 去抢修电力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在当地的一些个 卖零件给他们的一些个 那个电器行的老板也都参与 他们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说 这叫台电精神 那父亲我觉得他最好就是建立了台电精神 台电精神就是非常自动自发 发现问题以后我们就赶快去解决问题 他不会让他让民众有电可以用 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他们会在冒着 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都怕得要命 可是爸爸一定不在家 那个时候我妈妈怎么办呢 他就把我那个老奶奶放在日本房子里面 有一个那个壁橱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好像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台子 就把老奶奶放在那高台子上面 就把我们小孩就放在洗澡盆里面 那时候我们洗澡的时候洗澡盆 放在洗澡盆 然后淹水的时候我们小孩就浮在洗澡盆里面 老奶奶比较高 但还淹不到那么高 所以他就把我们孩子都丢给妈妈 他的母亲也丢给妈妈 他就自己跑出去了 冒着大雨就到处去看游 给大家鼓励了也是 所以台电精神就是这样子 好像就是服务我们台湾的人 那可是大家对于台电 常常是不太知道 台电人都是电机工程师为主 那些人都不大会跟人家沟通 只会做事不会讲话 所以当大家责怪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摸鼻子去努力做就是了 也不大会辩解 可是台电人真的是 我觉得多么危险 在狂风暴雨之下 他们去修那个店 然后那个店有的时候还有高压 一下子就打死了 每次父亲都去感谢他们这些人 然后假如有一个台电员工 如果失事的话他一定会去看 他就会非常痛苦 然后他这些各地的台电偏僻地方员工 他都记得他们 他都感谢他们 所以这些员工也都记得他 就是因为他会亲自去感谢他们 讲他们的工作对台电是多么重要 对我们台湾人是多么的重要 感动他们去努力的工作 所以他们一直叫他孙老总 因为他认为做总经理 台电人到现在都叫他孙老总 建立这个台电文化 建立台电精神 所以当台电被人家责怪的时候 父亲心里就非常非常难过 我记得我们可能在台湾 不太知道说在国外如果发生台风 会有怎么样 我一个学生在美国纽泽西州 纽泽西州曾经在几年前有很大的台风 他们从来没有过台风 因为台风来的时候 就把他们电力系统整个破坏了 然后他告诉我老师 我们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电了 我说啊 怎么会两个礼拜没有电啊 他说台电公司 他们电力公司的人说 他们也要上班下班啊 也要回去休息啊 台电公司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休息 他们就三班制 就一直就是从早做到晚 做到已经就垮掉了再回去 就是这样子努力的拼命 让台湾的电能够很快的能够在很短时间的恢复 而且要想说这些电 他在哪里啊 他在很高的山上都有啊 海边也有啊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因为父亲他在台电做的很好 会有建了很多什么水利电厂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跟美国去贷款 台湾就是那个 虽然我讲说我们食品科技 对于这个台湾的经济要打下这个 赚了外汇还是有贡献 不过那个还是不够用啦 所以电力公司的设备是很贵的 所以他们都跑去要去跟世界银行啊 去贷款 去贷款的时候呢 当然要看你的业绩 后来世界银行也是他钱带给你 他当然要确定这个钱能够收的回来嘛 就业绩要好 所以他们就发现台电做的很好 所以呢 他们当他们在贷款给别的国家的时候 他们就要确定 人家也可以做出好的业绩 那时候他们在贷款给奈吉利亚 非洲的奈吉利亚 那奈吉利亚他们不放心 奈吉利亚人去经营这个电力公司 因为奈吉利亚 各位不晓知不知道这个国家啊 是在西非吧 这个国家里面有50多个部落 一天当然是内战 大家彼此不合 他们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 只有部落观念 这个部落人跟那个部落人不合 就这样子 所以电厂这个电力公司的主管 一定要从国外派 所以世界银行就要到世界各国去找人 他们从50多个人里面找到了父亲 要父亲去做奈店的总经理 父亲那个时候其实很挣扎 他很不舍的离开台电 因为他说他在台电好不容易啊 跟大家建立这么深厚的感情 那再加上他从来就是要报效自己的国家的 怎么会要出国呢 那于是他就去寝室高层 后来好像连总统都说 没有关系吧 你就去吧 因为那个契约13年 那三年之后你再回来 在这三年中你好好建立 跟这个非洲国家的好的关系 做点国民外交 所以父亲想想 既然高层也同意他去 再加上 其实他去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的老奶奶 我的老奶奶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几岁 身体不好 他抽烟的 所以肺不好 我记得我父亲的薪水啊 每次拿回家 有一半都没了 都是老奶奶的医药费用掉了 那个时候没有全民健保 现在才真的感谢 有全民健保 大家的日子真的很好过 我们那个时候一半的 父亲的薪水是医药费 老奶奶的医药费 剩下来一半 我们大家才能够吃 每次在他发薪水的日子 我们家里桌上才会有一点肉 那那个肉呢 永远是老奶奶最先吃 老奶奶喜欢谁还是给谁一块 所以我们家老奶奶是最大的 那可是父亲想说老奶奶年纪会越来越大 需要医药会越来越多 那他钱实在不够 他那时候钱不够怎么办呢 就在家里面翻译 他有些个工程的文章啊 那个翻译 就有稿费 那我就记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 父亲坐在房间里面翻译东西 那母亲呢就给他一个荷包蛋 不是荷包蛋 茶叶蛋 他很喜欢吃茶叶蛋 那我们都好羡慕那个茶叶蛋 所以我到现在都很喜欢茶叶蛋 就是小的时候羡慕那个茶叶蛋 那实在没有办法 后来父亲想好吧 三年我就去赚这个美金 赚三年的美金回来 来养妈妈 所以他就去了 他去了以后他才知道 他又面临一个一生中的大挑战 因为我刚刚说他们部落很多 而且他们这个彼此勾心斗角 有学问的人就勾心斗角 没有学问就斗殴 那这个电力公司算是一个国际公司 所以非常的受到重视 我没有去 我其他的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都跟着父亲去了 我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念高中 考大学 我就在家里陪着老奶奶 我中间去看了他们一次 去了一个礼拜 就发现 在非洲 他可能是英属弟吧 有钱人跟没有钱人差的好多 他家里面有司机 有佣人 一栋房子 然后院子好大好大 不知道一两英亩 然后那个司机有三个太太 司机跟他三个太太都住在我们家院子里面 所以他就是很有情 那父亲在那个环境下 他看到的不是那个经济条件 而是说他的挑战 怎么样让奈国他当初为什么会去 有是一个尼日河的一个 尼日河流域的一个水利法电 大概是大概在非洲最大的 那他要去做那个 可是遭遇到很多困难 他就先要把大家说服所有的耐电的人 彼此不要攻心斗奖 一起把耐国的电力 让他能够每天不要停电 当时耐电是每天停电的 等到他后来离开的时候 能够让耐电呢 提升了百分之八十几 不是八十 提升了百分之八十几 从此再也不停电 而且耐国的这个耐电呢 他们也上下一条心 愿意为他们耐国人民的电力而努力 那大家当时对他就是 因为他自己什么人都没带啊 除了带了我妈妈跟弟弟妹妹们以外 他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了 就跟那些个非洲人 奈及利亚人去沟通 还有那些工程师 所以他他成功了 所以耐电的人都非常感谢他 他们当时有产一句话 他说这个孙走了太阳也走了 他混 Sun is gone Sun is gone 所以可见他们有多爱他 而且他们用他们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给他送行 是怎么送行呢 就踢足球 他们耐电的足球是在全奈及利亚 是排名第二 他们就找了排名第一的足球队 跟他们耐电足球队踢了一场球 据说这是在英国的传统下 帮你踢一场足球 那是给你最高的荣誉 所以父亲得到这个最高的荣誉 那当时其实本来那个他们希望说能够继续做 那世界银行也希望父亲继续做 父亲说不行了 他的老妈妈身体不好 其实在爸爸在耐吉利亚工作的三年里面 他回来两趟 都是因为我母亲生病 都紧急发电报给他说不行了 已经好像到了临终了 所以父亲赶快赶回来 那个时候耐吉利亚还一直在打仗 我记得父亲说 那个土子炸弹满天飞的 他就这样坐了个飞机飞回来 回来看到老奶奶 高兴病又好了 所以两次都这样 所以父亲说他不行 他出去赚钱 其实就是为了养妈妈 他如果他赚了钱回来 妈妈不在了 他出自这场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一定要回来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要希望他 你不回台湾 不再 带电留下来也可以 你到美国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州 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去赚美金 而且给他薪水很高 他说不行 我答应蒋总统 我要回台湾 三年以后我要回来报销自己国家 同时我也 老母母亲离不开我 所以他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然后呢 这就是要给各位看一下一些相片 这张相片里面有些看的不是很清楚 有些小小个子的孩子们 个子矮矮的 其实就是那些个学生 中学生 这张相片真的抱歉不大好 就是小小的就是他们 然后他们就一起就恢复电力 想尽办法 然后呢 后来做东西出费店的时候 你看他就要爬山涉水 那这个是大观电厂的时候 不是说他好像有问题吗 他就在这个大观电厂去看 你看他当他离开台店的时候 台店的同仁啊 跟他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 夹到欢送他 很多女孩子都哭了 然后我自己记得那个时候 他离开的时候是从松山机场 那个时候还是有松山机场 那时候松山机场有很大的大厅 一个楼梯好高 差不多有点像这么高 全部都是人 我想全台电公司的人都去了松山机场 我就吓了一跳 大概一两百人有去松山机场 把他送行 好后来他回来了以后 我很抱歉我这个相片 没有找到他在奈吉利的相片 他回来台湾以后呢 其实一开始他还没有工作嘛 老奶奶就说你再回台店做就好了 父亲说我已经都 工作都已经让别人做了 我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所以他就那时候跑到金河会去做 金河会就把他送到雅典去开会 一个联合国我们还没有退出嘛 这联合国的一个会议 在雅典举办的 大概工程方面的会议 他就在雅典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电报 说当时的颜家干行政院长 任命他当交通部长 他吓了一跳 他立刻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做 说不行就立刻回来 所以在56年的年底 他就担任了交通部长 大概做了两年吧 不到的交通部长 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有说 是在两年交通部长任内的 当时国家正在推行十大建设 金国总统在推行十大建设 那其中大概有六项是跟他有关的 那后来经济部长结束以后 不是交通部长任期才做两年不到 刚好政府改组 那当时陶生阳先生是做经济部长的 很可惜陶生阳先生做了大概没有三个月吧 就得大肠癌就过世了 那父亲就被任命做经济部长 从此呢他就进到了经济的这个领域 他说他以前是个工程师 他解决的都是一些工程的问题 他从来没有帮这个政府的一些决策做过事情 虽然他自己有规划这个电力的发展的方案 然后五年的这个五次六年计划 还是六次五年计划的 总而言之他当了经济部长 他在经济部长的时候呢 他就其实台湾那个时候正在发展贸易 就是对外贸易 那个时候大家开始我们要转型 从一个农业社会转成工业社会 可是没有多久他就碰到了一个能源危机 大概全世界第一次的能源危机 他就去到了沙鲁迪法阿拉伯访问 我记得那个时候能源危机发生的时候 你有钱也买不到石油 因为发生以哀战争 那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他们就不把石油输给你们了 你们就是不公平嘛 所以呢 父亲那个时候就想说 那我率团去拜访沙鲁阿拉伯 那个时候他要去看沙鲁国王 那个时候沙鲁国王就他们最决策者了 那他去之前很多人劝他不要去 他说你怎么有把握你能够成功呢 可是后来他却还是去了 他说因为他又拿出他对抗那个 沙鲁海那个马布房的那些 他先了解谁对沙鲁王最有影响力 他就去找到他认得 和沙鲁王的影响力是他的秘书长 那他去找了他认得的 父亲认得的那些工商部的部长去 说服了那个秘书长 让他能够见到沙鲁王 他见到沙鲁王以后就跟沙鲁王说 我们两方面怎么合作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医疗团也去了 我们的农业团也去了 我们的工程团也去了 说我们帮助你们沙鲁阿拉伯建设 所以他们沙鲁王当然听了很高兴 你不是来跟我要油而已 你是来跟我们一起共同发展 所以沙鲁王就说好 我们是兄弟之邦 从此以后不要再想担心石油的问题 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他就用这种方法 稳住了我们的石油的供应量 其实那个石油非常重要 什么都要石油 我跟讲发电就要嘛 好我看我们得要快一点 在他当时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成立了公研院 公研院我其实我一直要讲 就是他成立公研院非常非常困难 他到现在人家称他为公研院之父 他也认为公研院是他第六个孩子 我们有四兄弟 第五个是台电 第六个就是公研院 为什么呢 公研院在当时成立的时候 要通过立法院 他是一个财团法人 在当时说薪水不是比照公务员 他是一个可以用高薪 从国外挖人才回来的 那当时这个立法委员就反对 他怎么我们可以让一个机关成立 是我们立法院不能控制他的薪水的 这还得了那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父亲就是说服了所有的立法委员 他就本来有大部分都都不赞成 那他后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去谈 一个一个去说服他们 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对我们多么重要 人家韩国已经有了 韩国就这样做的 我们不赶快做他 我们就输给韩国了 后来终于成立了 那这个公研院成立以后非常重要的 就在公研院下面有一个叫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 那么他们有几个人 大家有听过那个小猩猩豆浆店的故事 就是台湾机器电路 就是当时就是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推荐 然后呢 就在小猩猩豆浆店把它敲定 由费华当时是行政院秘书长 还有我父亲 还有一个国外的学者 潘文渊 他们三个人敲定这个事情 就开始我们筹划怎么自力制造机器电路 就把我们的人才送到国外 送到RCA公司 跟他们合作训练机器电路人才 所以台湾现在才能够在机体电路上面 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个领先的地位 就在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 那后来他又筹主了世界贸易中心 又在做六年经验计划 还有一个特别讲的中美经济合作测经会 这个会非常重要 他是让我们国内的工商业 可以跟美国的工商业 有一个合作的平台 那在当时呢 他就知道 我们跟美国可能会断交 因为那个时候世界整个情况就是会断交 所以他说我们把两边的工商业集在一起的话 就可能可以在断交以后 还稳住我们彼此之间的贸易来往 好 所以在中美断交的时候呢 这个中美经济合作测经会 所以就发挥了他最大的功效 让他能够签订了那个我们有时候 现在还有中美贸易协定 中美 忘记我们那个关系 中美关系吧 中美关系吧 就是靠了这些生意人去影响了美国的议员 然后影响了美国政府 他说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大的投资 你怎么可以让他我们当交断了就是什么都断了呢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后来呢 又在他行政院长任内 成立了这个新卒科学园区 开始动工 然后又开发观光 然后又 他非常重视科技 有科技技术发展方案 好 然后他继续去拜访我们的友邦 那个时候金国总统身体不好 所以金国总统没有办法出国 他就代替金国总统出国 我常问父亲你为什么跑那么老远 而跑去那个那个南美洲 我自己才知道去南美洲多远 那二十几个小时在飞机上 下来我都快累昏了 他都还去 他说因为见面三分情 他见面以后他就能够让他人家感受到他的热忱 跟他的团率 愿意跟我们继续做朋友 好 那我想 我 这就是他跟蒋中正总统去简报核能发电 然后这个是工研院成立的时候 客服万难成立的时候的一个总统令 还有后来发开发我们的这个自强 这个自强基金有IDF战机 还有外贸协会成立 有我们的展览 这是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去看了一些水库 大鹏湾 这是科技发展方案的草稿 那他病后呢 我 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 我就跟各位说一下 人家给他很多的荣耀 那我看他是一个永远不服输的 他的个性就是不服输 他要挑战 他是我看过大概最有毅力的做复健的人 从他中风到他过世22年 他没有间断过他的复健 你看他怎么样努力的 这是总统给他一等清云勋葬 是他最高文官最高的 他就努力不懈的做复健 骑脚踏车写字 非常非常辛苦 我那时候看着他 我就说如果我中风的话 我就摊在床上 我才不要这么辛苦 他真的就不放弃 人家扶着他走 他每天要走两千步 然后还接受各地邀请去演讲 这是他的演讲稿 然后各地要他去看 他又一定去看 他绝对不会窝在家里面 他还愿意去看去关心 那至于我们家人呢 他认为说 他这一辈子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娶了我妈妈 生了我们四个孩子 这是给我母亲最高的人推崇了 然后他的驱动力 就是他的要争一口气 然后他要做事情 就是为了他的使命感 他说中国太弱了 人民太穷了 他希望国家强盛 人民富足 这是他一生的理念 这是我那个美丽的母亲 跟他最爱的他的母亲 这是我们一家人 这是父亲常常说的话 今日不做明日会后悔 他非常享受家庭生活 这是他跟我母亲的老伴 他后来就很 就很宁静致远的 在他晚年的生活 不过他是个饮水寺院的人 刚才说他有回到哈尔滨母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参加八十年校庆 他们颁给他第一个 哈尔滨工业大学 从来没有给过的荣誉校友 结出校友 他是个饮水寺院 来谢谢他的母校 我想最后介绍一下这个 孙云玄纪念馆 我可不可以用另外那一份来介绍 这一份比较少 我后来给你那个 我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 能够到台北 这个纪念馆呢 很方便 捷运小南门站就可以走过去 他是在两年前的十月成立的 是父亲生前的故居 在马英九总统做市长的任内 就是我父亲临终的时候 他请他们的这个文职委员来看过 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纪念馆 这是纪念馆 然后里面 既然还蛮大的 父亲晚年居住的地方 还蛮大的庭园 里面有一个水池 然后有新盖的一个房子 里面有一个小餐厅 然后纪念馆里面呢 一进去就是看到他的一个照片 然后有一个 维持他原状的一个客厅 然后里面就有些展览的 从他到台电 恢复台电 开始到这个台湾经济起飞 工研院的电子 然后还有 他们有很用新的一些个 影音设备 譬如他有个纸喇叭 工研院用了很多新的技术 来把这个纪念馆的内容给他呈现 那还有时候会有特展 这是二楼会有特展 这是他一个附件长廊 在这附件长廊里面可以看到 他生活的情况 这是他在另外一个房子 他那个纪念馆很特别 有一个是西式的 有一个是日本式的 日本式的我们就把它恢复成他原来 生活的状况 客厅 他的书房 这个是他的附件的房间 他打桥牌 他并后还常常打桥牌 训练脑筋 然后这个楼上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然后这个是办特展的地方 大概每三四个月就会有一个特展 那我们票价不贵 大概五十块钱 然后六十五岁以上就不用钱 然后最近一个月老师都不要钱 这个是新盖的房子 蛮漂亮的 有一个很好的餐厅 好那我这边也有一些个 纪念馆的简介的单章 也欢迎大家等会来拿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